KPL夏季赛第二周各队伍奖金更新 TCG四大厂比右五全胜 共拿下12小局奖金 目前奖金排行全KPL第一 作为开赛前被看扁的 TCG此时大放光彩 先把TCG放到B组真没办法 你林教整到B组去了 那这合理吗 我们先把B组写了 我把TCG写了 我把TCG放哪 我把TCG放B组了 我真该死 紧随其后的是TTG TTG与微博虽然奖金都拿得比较多 但负7局失败的场次过多 对近胜分排名影响很大 数据比较华丽 并且奖金也多的 当属目前断层公认强队AG和KSG 狼队虽赢下两场 可因首战被TTG临风排名靠后了许多 而且狼队最近又传出不好的消息 小胖直播吐槽盗仔没什么操作 还必卖装高手 威琪建议盗仔去看看 可能是自闭症 别的问题 你直接说吧 盗仔 话虽有调侃搞笑成分 但也在提醒队友 不是空穴来风 如果盗仔不做改变夺冠 似乎要成炮影 因为历来夺冠的队伍 每个位置都是顶尖 而当我们继续将奖金排行榜 看到最后时 最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有一支战队一毛没拿到 目前还是0元 他就是K甲冠军 TKL 目前在KPL的赛场上 打得三场比赛 好似重组队伍互相不认识 一点K甲的统治力都没打出来 整体看下来巧合的是 TKL与TCG两支K甲队伍的 奖金排行首尾呼应 就像他们的实力一样 天地之别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